我很希望各位新民 下奧運的健康 楊勇偉勇奪東奧柔道銀牌 不只有國光獎金700萬元入袋 家鄉台中市要加發給選手的體育激勵金 也確定從9萬提升變成200萬元 為了鼓勵本市級的奧運選手 為國爭光奪牌的本市級選手 台中市政府會從有獎勵 盧秀燕宣布台中市 加發給奧運選手的激勵金 大幅提升20倍 金牌從15萬變300萬 銀牌從9萬變200萬 銅牌從6萬提升為100萬元 而第四到第八名的激勵金 也往上大幅提升 就算在奧運會上沒奪牌 也有5萬元的激勵金來鼓勵選手 這一屆東京奧運就能適用 勇偉加油 盤點代表國家出征東奧的台中市民 一共有7位 除了楊勇偉有200萬激勵金入袋 林真豪在東奧女子柔道 打到第七名 回到台中也能領到20萬元的激勵金 謝雲廷男子舉重 周三才要比賽 另外有四位包括田徑好手陳傑 游泳健將王興浩 輕艇選手張竹涵 以及自由車一哥馮俊凱 則都能領到5萬元的體育激勵金 那因為我們從前年開始的 實施的培訓金制度 成效良好 所以未經指示運動局 要再提高優化培訓金 市長盧學院強調 每一個家庭培育運動選手都不容易 會積極推動運動獎勵措施革新 藉此激勵優秀選手 為台中以及為國家爭光 TVBS新聞陳紅英紅財務臺中採訪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